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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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探讨天台九祖传里面的祖师 目前我们谈的还是第一位龙树菩萨 在前面我们讲到他的生平的部分 已经讲到他能够出家 然后在这个龙宫取到这个宝藏 就是得到这个龙王的这样的护持 然后他就开始用佛法在度化 那我们之前谈到他度化了当时的国王 南天族王 就是以他的这种修正 他可以知道天人跟阿修罗在打仗 那这样子的一个化导 他可以说是能够降伏外道 那接着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他对这个外道的这种降伏的例子 所以在这个龙树菩萨传里面是比较详细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天台中的这个四横法师 他是宋代 他比较简略的收集了天台中前面九位祖师的传记 所以这里面他也就是记载了龙树菩萨 他降伏外道的一个四横 那这个四横是针对一位当时的婆罗门 那这位婆罗门他也有咒术 因为在印度有这种种姓制度 就是婆罗门是最高的宗教师 那再来管理阶级就是国王称作差地利 包括武士这一些 然后就是废舍 就是平民老百姓 可是他们是自由人 包括农夫这些商人 那就是守陀罗就是最后奴隶阶级 就是比较低贱的 那婆罗门在当时是可以说是最尊贵的 所以他们可以学一些宗教的仪轨 那其中就有这种专门词诵咒语的 那这边写的咒术呢 也就是他的这个咒语啊 是有法术的力量 就是他可以画现一些 就是幻化 这些我们就是平常人不会的 就有点像现在的这种魔术啊 他可以好像手上空空的就变一只鸽子出来 然后又变没有 那这个婆罗门呢 他当时呢 就用他的咒术呢 就想要跟龙树菩萨来斗法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就跟这位南天族王啊 就讲说 我能够降服这位比丘啊 这个就是在印度当时 婆罗门是比较兴盛啊 那佛教呢 算是其中的一个新兴的宗派嘛 所以印度的宗教 他还是以印度教为主 所以重视这个婆罗门 那这个国王呢 他本来是被龙树菩萨所降服了嘛 那现在呢 这位婆罗门啊 他就想要来斗胜龙树菩萨 所以他就跟这个国王讲 他说 我可以呢 用我的咒术啊 来迎过这位比丘啦 结果这个国王呢 因为他已经是领略了 见证了龙树菩萨的这个能力嘛 所以他对龙树菩萨已经是幸福了 所以他就告诉这位婆罗门说 你实在是很愚痴啊 你要知道呢 龙树这位比丘啊 他已经算是菩萨了啦 他能够了解这些世间的道理啊 就像是日跟月一样 所以说明同日月啊 至其众圣 就是他的智慧呢 跟所有的这一些的圣人啊 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位国王呢 对龙树菩萨呢 已经是非常的尊重 他认为他了解一切事情 然后他的智慧呢 是很高等于圣人 所以国王就说 你指着这位婆罗门啊 说你实在呢 是很愚痴 而且庆烈 就是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啊 而且你的智慧呢 是很低下的 你怎么可能跟龙树菩萨来相比啊 那这位婆罗门啊 他还是不服输啦 他就说 那国王你是一位有智慧的人啊 那你应该也要让我呢 证明给你看嘛 所以他就说 应该让我来做一个实验嘛 所以他就告诉这位国王 他很不服气嘛 所以他要国王说 让他有这个机会 那也不能看不起他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国王啊 他也觉得说 好吧 既然这位婆罗门 这样子讲 就觉得说 也应该平等 让他有一个机会 跟龙树菩萨比较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国王啊 就恭请 龙树菩萨 到他的这个皇宫啊 就是清晨的时候呢 就到这个皇宫的地方啊 然后呢 这位婆罗门啊 他就开始 就念起咒来了 他就做法术 所以我们说持咒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这个咒语啊 一般就是 有时候用来是 要有他的用心 他是要有用意的 所以这样的咒语啊 他是一种邪术的 就是他念这个咒呢 好像要给他一个力量 然后加害于人 所以这种是咒术 那佛教的咒就不同了 佛教的咒呢 都是菩萨的慈悲的心咒 那我们在持咒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心要清静 要安定 然后希望佛菩萨的加持 那我们自己呢 也能够得到这个咒语 有这样子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法力 所以佛法的咒语啊 都不是来害人的 那这里呢 因为这位婆罗门他是外道 然后呢 他就用他的咒诅呢 他就想要跟龙树菩萨 来就是来做一个比较 他把它当做一个武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婆罗门呢 他就在国王的皇宫前面 那有一个大池塘 他就开始持咒起来了 那这个池塘呢 他本来呢 就是还蛮宽大的 也很清澈 这个池水很清澈 那他婆罗门就开始持咒的时候呢 哇就从这个池中啊 就生出了一朵千叶莲花 就长出了一朵莲花 然后呢 这位婆罗门呢 就自己呢 就坐在这个莲花上面 所以这样子看来呢 这个龙树 这位婆罗门 他法力也蛮强的 他可以从这个池水里面 无中生油啊 就生出一朵莲花 然后自己呢 坐在这个莲花上面 然后他就告诉龙树菩萨说 你看看啊 你在这个地上就好像是一只畜生 那我呢 坐在这个莲花上面 我是智慧清净 哇他就觉得他坐在这个莲花上面 很了不起啦 所以他就跟这个龙树菩萨 就跟他挑战 他说你呢 怎么敢跟我来对抗呢 来跟我辩论呢 他的意思说 就事实如此啊 我坐在莲花上 你还在站在地上啊 他觉得说坐在莲花上面 很尊贵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龙树菩萨呢 他就不动身是啊 他呢 就以他也有咒 他也有咒力 他也可以持咒啊 他就化成一只白象 化成一只白象 而且这只白象 是有六只牙的 我们说六牙白象呢 是相王 像在佛教的大菩萨里面啊 普贤菩萨所骑的 做骑啊 就是六牙白象 就是非常的尊贵 那龙树菩萨呢 他就化为这一只六牙白象啊 因为婆罗门他就挑战嘛 他说你是畜生啊 你在地上是畜生啊 那龙树菩萨干脆他就化成一只象 可是这只象啊 是六牙白象的相王 然后呢 他就直接这只象就走到这个池水里面去了 因为象很大嘛 所以这个池水对他呢 不造成威胁啊 所以这个象呢 就走到这个池水上面 然后就靠到这个莲花座的旁边啊 结果呢 这个白象啊 他就用鼻子呢 就把这一朵莲花啦 就用鼻子把它卷起来 举起来 它就举起来 高举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这婆罗门坐在莲花上面嘛 这当然就叠下来了 所以叠下来以后呢 哇 这个鼻青严肿啊 所以伤到他的背 然后呢 整个人呢 就非常的疼痛了 所以呢 这个婆罗门外道啊 他就降伏这个龙树菩萨 他也皈依 皈依龙树菩萨 所以这个是龙树菩萨 对这位婆罗门的一个驯服啊 然后婆罗门呢 他也自己忏悔啊 他说我呢 实际上呢 真的是这个忤逆了大师啊 他说触犯了这个龙树菩萨 他现在称呼他为大师 尊称他 他就是承认他自己呢 就是很顽劣啊 他实际上真的是自己呢 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就以为呢 他可以胜过龙树菩萨 所以他就跟龙树菩萨忏悔 然后请龙树菩萨原谅他 他想跟他求忏悔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龙树菩萨也还是很慈悲啊 就原谅他 而且呢 就度化他出家 是这样 所以这个传记里面的故事 让我们也觉得蛮有趣味 那也觉得在当时的情况 因为印度还是属于婆罗门教 那佛教在印度当时啊 因为从释迦牟尼佛开始 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 新的宗教 那当然 佛教呢 称为宗教是有它的特质的 也就是 它不是只是说 我们相信一个偶像 或者是相信一个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一个 一种意境 而是说 它是要实际修行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当时啊 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由释迦牟尼佛 他自己本身修正而来的 所以称作佛呢 就是抉择嘛 所以从佛陀之后呢 就一代一代传下来 那龙树菩萨呢 它可以说呢 是代表当时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就是大乘佛教 就是以菩萨的这种精神啊 来不只是自己的修正 解脱道 而且呢 要能够发愿度众生 所以龙树菩萨呢 他当时以他自己的这种修正 还有这种能力啊 吹拂外道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传记里面啊 我们就觉得他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啊 那这个传记里面啊 最后呢 又写到有一位小乘的法师 那我们要知道 大乘就是大的车子 是交通工具 就是让我们呢 就是能够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度 就叫大乘 那小乘呢 主要呢 是以我们自己的自修 就是去除自己的贪嗔痴 烦恼 所以重视自我的解脱道 那本来呢 我们学佛 自我的修行 当然是很重要 只是 我们自己修行了以后啊 不是治了汉 而是说我们能够自己修行清净了 然后呢 还要发一个菩提心 有这种慈悲 对一切众生的苦啊 能够了解 然后呢 愿意去帮助众生 也一样能够解脱 所以这样叫做大乘 然后对照的之前 就是主要以解脱道为修行目标的 称为小乘 是这样 那在佛法里面我们说两种都重要 只是说我们自己解脱 然后呢 也还要再发菩提心来行菩萨道 是这样 那在这里呢 就提到有一位的小乘法师啊 那么他呢 看到龙树菩萨这样子的一种高超的一种 种种的修行 还有他的能力 我们就是以刚刚他化度外道 他都可以有化现的这种能力啊 所以呢 小乘法师就是 主要是重视自己修啊 所以他不愿意去 就是多学一些 能够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呢 他呢 对龙树菩萨呢 就起了这个嫉妒心啊 那当时呢 龙树菩萨 那他就有一个善巧 因为他当时 已经年岁很高了 因为据记载 龙树菩萨呢 他的寿命很长 他活过超过一百岁 那他当时呢 就是感觉到他自己 就是年岁已高啊 然后呢 他要化度的也都做了 所以说所作已办啊 然后呢 他跟这个世间的这个源 世源呢 也差不多完成了啦 所以他就想要露灭了 龙树菩萨他自己就想露灭了 那当时对这个小秤法师的 对他的一个嫉妒啊 他就借用这个小秤法师 对他的嫉妒啊 所以他就问这位小秤法师说 你愿不愿意见我久住世间啊 他就故意来问这个小秤法师 他说你 你是不是会很欢喜 我长久住在这个世间啊 就等于是说 他现在已经年龄很高了 那还要再住世啊 那这个小秤法师会不会高兴啊 他就问他 他说你你有没有觉得会希望我在 多住世长久在这个世间呢 那这个小秤法师啊 平常就很嫉妒龙树菩萨嘛 所以他就老实说啊 他说仁者实不愿也 仁者就是我们尊称对方啦 我们说宁啊 有没有 那古代就说仁者就是宁 那小秤法师就实话说啊 他说我实在是不愿意 所以你看嘛 我们世间就是说 这个阴才啊 遭忌是不是 就是有能力的人呢 通常呢就是会被嫉妒嘛 所以当时呢 连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位菩萨 那小秤法师自己的能力不够 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嫉妒心 所以龙树菩萨问他 你会不会高兴我在长久住世啊 他说他不愿意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龙树菩萨呢 他就听了以后啊 他就没有出声啊 他也没有回答 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啊 近视也就是他平常因为 大部分呢 在这个古代啊 那修行人啊都打坐啊 那自己就是禅修得多嘛 所以呢 龙树菩萨就进入的这个近视以后呢 他就经过好几天都没有出来 当时他的弟子啊 就觉得很怀疑 就觉得哎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师父出来啊 然后呢就去打开他的门啊 看了一下呢 哇原来呢 他已经脱长而去啊 就是他就是坐着坐化了 就是坐化了 那他的身体在 可是人已经就是去世了 那因为在龙树菩萨的这种修行的程度啊 他的这种露灭去世 应该是很安详的 所以他的弟子看到他 就是脱长而去 就是他的身体应该都是很好 只是呢 神世就不在了 是这样啊 所以他应该是来去自如啊 就是他想要离开这个世间 那他就离开了 就直接就是用他的意志力 就是修行到很好的时候啊 他不要这个身体 那他就离开了 是这样啊 那龙树菩萨 他露灭以后啊 在印度很多的地区 那当时就有一些小国啊 就等于是我们现在说的部落啊 这些的地方呢 都为他建庙 就是纪念他 而且就是做种种的供养 像佛一样 所以好像是他的舍利塔啦 那最后呢 又把这个龙树菩萨的名字 称作龙树 最主要呢 是因为他身在这个树下 就是这个阿周陀纳 阿周陀纳树 那他呢 能够真正读到这么多的大政经典 成就他的菩萨行呢 也是因为龙王 就是护持他 让他到龙宫去岳葬 所以呢 以龙成其道 所以就用龙来配这个 他所出生在树下 阿周陀纳树的树下 所以这个龙树 就是他的一个 名字是有他的出生的因缘的 那他注释呢 可以说非常的长寿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观光局局长张锡聪 防疫旅宿提供民众安心隔离 与检疫的场所 请入住民众一起来配合防疫管理措施 入住防疫旅宿前 请主动出示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通知书 入住期间非紧急状况 请不要离开房间 并请自行清洁房内环境 将垃圾打包绑好后放置于房门外 不可要求房屋人员入房打扫 提醒大家 入住期间如果需要协助 请以电话联系防疫旅宿人员 避免直接接触防患感染风险 请大家一起配合隔离检疫措施 团结面对疫情挑战 入住病毒扩散 传说中从西元710年 奈良建都后 当时藤原市的守护神 便骑着白鹿 迁移到现今的春日大赦 自此 奈良的鹿就一直从那个遥远的年代 一代一代扮演安阳神席至今 成为奈良的标志 奈良的鹿被尊为神的使者 受到百般的呵护 并被原本称为天然的纪念物 不 在前往春日大赦的路上 这引人自目的 就是四处自由走动 漫步在马路上 和那两公园草地上 或趴或沃的路去 冬天的路在天生保护机制下 皮毛底下多了一层过冬的脂肪层 使皮毛看起来有些杂乱 此时的路 连脸都变圆了 路群平日的食物 除了那两公园内的草叶之外 还有特别为路群制作的路线贝 提供游客购买卫室 路线贝原料只有小麦米汤 不含任何的调味和油脂 是那两小鹿最爱的美食 没味道 他们的耳朵好可爱哦 那两古都 背进多少烟雨风云 只有小鹿们的油油漫步 跨越了时空洪流里的动荡不安 为古都平天了一丝安然平和 不含任何的油漫步